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那我们刚刚跟逸文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夏天的彩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请逸文来帮我们示范 那我们请到非常美丽的 Model Bella来为我们示范 那她现在其实已经 这个粉底已经上好了 为我们节省时间的关系 那其实粉底上好是很重要 因为这样还是有防晒的这个功用嘛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所以现在逸文要帮我们示范一下 就是彩妆部分咯 对 首先你要做的是眼部 对对 眼部 那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一盘 就是看起来非常 色彩很明亮的这一盘 所以你现在这个是底 先用一个pitch OK 等于是用这个 先打底 先打底 对 那其实它这个pitch的颜色很淡 然后有点接近肤色 那我想再加一点点 是 这样的话就让整个眼皮会显得更明亮一些 然后呢我用这个亮橙色 但其实它那个颜色上到眼皮上并没有那么亮 因为我们并不想要就是像马戏团一样就是橙色的眼皮 我们只是想要有带一点点颜色 所以会呢会让那个眼睛看起来更深邃一点 比较有立体感 对 因为压阵的眼睛都是比较平一点 那用这种深浅的颜色搭配可以制造出来深邃的感觉 是 那一般像这种粉状的眼影呢 特别是亮色的 那为了防止就是一笔下去画太多 那一般会建议就慢慢的 你可以一层一层点上去 但是也不要就是一次画太多 不要太冲动一下 对 前面的眼头也给它加一点 OK 这样可以让它的相当于 眼睛的前面和后面的部分就是往里面凹一点 因为你看像现在那个下面 那晕开的时候呢我会用一点 这个颜色 它往上看 你说整个让颜色看起来更融合 更融合 对对 均匀融合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眼线笔 对 你是用黑色还是用 我先用棕色的 OK 咖啡色的眼线笔 对 相当于是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下去 那我到最后呢还可以用黑色在内眼线加一条 细细的眼线就好了 OK 那像这个眼线笔呢一般你看我这个刚刚涂完会有比较 Harsh line就是 线条比较硬一点 对 然后呢那我用那个小刷子 给它稍微 一样 把它软 再晕开一下 晕开一下 对 然后有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 OK 所以现在你要再加一个 所以我先用眼线页笔 对 然后我只画内眼线 OK 看一下内眼线要怎么画 就是内眼线就是在睫毛的中间 然后把眼皮这样翻起来 看起来是蛮吓人 但是绝对是画好之后也是很美丽的 但是其实内眼线 您觉得需不需要画呢 很多人是觉得说一定要画 但有的人会觉得说画起来很痛苦 其实这个多练习就好了 OK 那一般来说日常妆 因为现在都流行裸妆嘛 所以宁可是画内眼线不画外眼线 对 这样子呢 眼睛的彩色的部分 其实蛮简单的 很简单 很简单 其实我们就是要那种很简单 很快速的感觉嘛 对 所以睫毛 其实睫毛我真的会比较喜欢自己来夹 对 其实一般来说那个 像模特啊什么的话 会让它自己来夹 对 对 那有的人会说 睫毛如果要自然 用棕色的那个睫毛膏 但是呢 因为亚洲人他的那个 那个我们的毛发很多都是黑色 而且黑色呢 可以让那个眼睛更加的明亮 然后更明显 所以说我一般 所以是占优势 还是用黑的比较好 对 还是用黑色比较好一些 我赞成 OK我们Bella的夏日彩妆已经画好了 其实看起来很淡很淡 对不对 但是因为电视上其实可能这个妆就有点过淡 但是我现在本身感到好美喔 真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眼睛上一点点的颜色 对 然后唇色你刚刚是特别给她用了这个 对 这个颜色其实看起来本身好像也蛮红的 但是其实用起来不会 对 一点水红色 而且你还特别把这个嘴巴的这个地方还晕开了一些 对 像前两年就特别流行那个咬唇 那现在呢 就是把咬唇的部分再稍微再晕开多一点 对 有一种渐变色的效果 就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对不对 会觉得好像没有妆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到海边去的时候就可以玩得很愉快了 对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易文为我们示范 也谢谢Bella帮我们做示范 那么希望大家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美美的水水的 然后呢可以拍很多很多漂亮的照片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好 哦 看去一起 steep 感谢观看